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 又出种种唯妙之音 所谓 谈菠萝蜜音 思菠萝蜜音 颤提菠萝蜜音 啤梨也菠萝蜜音 禅菠萝蜜音 剥叶菠萝蜜音 慈悲音 喜舍音 解脱音 无漏音 知会音 大知会音 狮子吼音 大狮子吼音 云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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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如是等不可说 不可说音语 那么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这里面有几句都是环文的 不是用我们的国音就可以解释得出来 特安谈 谈菠萝蜜音 这个谈字是环文 就是布施的意思 谈就是布施 布施 这个施 大家看到这个施 施体的施 这个也是环文 简单的第一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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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代表着 持戒的意思 持戒 持戒 波罗蜜 持 安 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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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忑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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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比里耶 迪里耶 也是房文 他就是在讲这个精进的意思 精进 精进的意思 那么差不多啊 谈到这里啊 像这个禅 持安禅 这个禅字啊 我现在好像在教这个国语 这个禅就是禅那 意思就是正定 我们禅定 这个禅定的意思 那般若我们知道的 这个也是环音 那么就是代表着佛会 如来的智慧的意思 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他这个花 这个佛陀发出这种声音出来 这就是六波罗蜜 大家一看 这样一解释就知道 这个是属于 这个菩萨行的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 另外呢 还有慈悲音喜舍音 这个就是慈悲喜舍 失无量心 失无量心 另外还有解脱 无漏 还有智慧 大智慧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 那么什么是狮子吼呢 大狮子吼音 这个就是在讲 特别解释给你听 什么是狮子吼 一般来讲 我们密教里面对狮子 最重视 是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 那么狮子的声音是很响亮的 所有的都要听狮子的 所有的一般的兽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密教行者 狮子来代表 所以以前有所谓的这个狮子果 这个果等于是狮子 表示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具有权威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密教行者以狮子来象征 我就是一切这个生物的王 就是一个权威 任何人啊 任何一个生物都要听命于我的 它的修行就跟狮子一样的勇猛 那发出这个狮子吼音 跟大狮子吼音 这释迦牟尼佛发出来的 这个狮子吼音 这个一吼的话 这个甲牙不知道会不会掉下来 年纪大了 它甲牙就会掉下来 还有云雷音 大云雷音啊 这个什么叫做云雷音呢 我讲过了 这个云是变化 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变化无穷 像云一样的 像云一样变化无穷 这个云就是变化 雷就是最大的声音 宇宙之间最大的声音就是雷 云雷音大云雷音 这一响的话就代表着 这整个宇宙上下十方 全部都是如来的声音 这个差不多跟大家这样子 这个讲解的话大家都很清楚 像这个 这个谈波罗蜜呢 布就是布施 那布施我们晓得有这个财师 法师 法师 无畏师 那么一般来讲起来 像财师呢 是众生 是众生做的 所有的众生啊 都需要 祭困就聘 这是众生要做的 众生也要供养所有的修行人 那么修行人要怎么样子呢 要法师 行者必须要法师 用法来做布施 像我今天坐在这里说法 就是在布施 说法就是法师 就是布施 所以布施不一定用钱的 大家以为说我没有钱啊 怎么布施 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口 两片唇 一条舌头 那你就可以去布施了吗 两片唇 一条舌头 该用的时候就要用 不用就不可以用 有些人长舌夫 天天动那个嘴 那个舌头 打个不停 两片唇拼命地咬 这样子 这个实在是长舌 不得了 该说的 他不说 不该说的 拼命说 是长舌 因为是女人最会这样子的 男的少一点 男的也会啦 但是女生最会这样子 嘴两片唇 一条舌头 动个不停 不是吃就是讲话 含布隆蜜 布施啊 嘴巴也可以布施的 身口意都可以布施的 无畏施就是一种精进 这个舍身呢 舍身的一种布施是无畏施 这个布施大家知道的 那么这个施 波罗密 就是我们小的戒例 这个意思在凡文里面叫做止 止恶 从善 就是把你的这个恶业啊 这个黑业 把你变成白业 就是做善事 这个就是戒例嘛 那戒例就叫你 止 你这个不可以做 不如法 不可以做 就是一种戒例 那么这里呢 忏提 这个忏提 我们晓得的 忍辱 忍辱到最高的境界 就是没有你 没有我 没有他 一律平等的时候 这个忍辱也就化为无 你必须要修行道 修行道怎么样呢 他 圣经里面讲 打你的左耳光 你的右耳 右耳也给他打 他拿你的外衣 你连内裤都给他 你连内裤都给他 这个是忍辱啊 这圣经里面讲 不是我讲的 耶稣讲过 拿你的外衣的时候 你连内衣也给他 这个就是一种 修行最高的境界 人家打你的这个 右耳框 你连这个左耳 左耳框 左右我分不清 这个左耳 左耳也给他打 这是一种忍辱啊 这种忍辱是不了不起的 拿你外衣 你连内裤都给他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这也是人物很高的境界了 这个 比利也 这个就是精进 精进的时候 我们晓得精进啊 以身体跟生命时光 完全的一种红线 一种的 持续的一种修行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 长眼心呢 很重要 长眼心就是精进 因为修行的人啊 出发心都会很 很高 很高昂 很极昂 我一定要修成佛果 到最后呢 就动 下第一 我一定要成仙 这个 能够这个 成云架雾 成仙 亚帮手在空中 这样背来背去 我一定要成仙 结果从云上掉下来 这就是没有长眼心 这个就是精进嘛 禅 就是正定 你能够不动 定在一个点上 入一五五 化为空 跟宇宙合一 这个是禅 波罗密 波叶 智慧 很伟大的 这个智慧音 波叶 佛如来的智慧 你拥有如来的智慧 超越世间的种种智慧 你的眼光很远 你能够看到真理 摸出到真理 跟真理合一 行为就是真理的 这个就是波叶 那么这里还有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密教的事无量心 慈无量 喜无量 悲无量 舍无量 给别人快乐 解除别人的痛苦 欢喜这样子 一直不停的做 能够舍掉自己的时间 跟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慈悲 解脱 一切烦恼 统统解除 无量 无量 一切的智慧 是严满的 连一点切丝都没有 你的身心 是非常坚固的 这个就是无量 有智慧音 大智慧音 狮子吼音 什么是狮子吼音 禅最喜欢这样子 禅宗最像 吼 这个狮子吼 吼一声 令对方下来一跳 很威猛 像狮子一样 这个大狮子吼音 释迦摩尼佛也会吼 吼了下来一跳 你一般来讲起来啊 你突然间吼一声啊 是会吓人 对方都被吼 下来一跳 哇 有武功的 有武功的 他会 哇 有武功的 这样子 刚才我吼的不太好 这个是种种都是 不可说 不可说的音 很多的这个不可说 不可说的音 这个如来都讲出来 谈到这些音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子 大家就想 这个佛陀 他怎么会发出这些声音 难道布施也用声音吗 难道这个禅定也有声音吗 难道什么都有声音吗 这个如来说法 跟一般人讲法不一样 所以是一音啊 眼万法 如来本身说法的时候 是一音眼万法 他每一个人啊 听到的声音啊 不一定一样 那么声音啊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说声音确实有力量 你不晓得 你这个出入社会的男生 到达这个枫叶场所 一听到那个女生的 这个阴声厌语 他的骨头都输掉 骨头就输掉 很容易迷惑的声音 很厉害啊 以前有一个女生啊 写这个 写他的日记 写两个字 他写赛奶 赛奶 赛啊 是这个 要赛的赛 奶呢 是奶嘴的奶 奶嘴赛奶 我看赛奶是什么呢 我想了半天啊 终于明白了 原来是塞奶 原来是塞奶 你知道啊 女生的塞奶很厉害啊 你们男生啊 不要去上当啊 很厉害的啊 他随便给你塞奶一下 你心就软了 我看过一场电影 是怎么样子啊 一个 一个这个 抢劫犯 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啊 进到人家那个民宅里面啊 他拿着枪啊 要去抢东西的 是要打劫的 心里发了狠心啊 要脱要盗 甚至于 假如有人抵抗的话 他就 拿枪就把对方干掉了 他这个走走走啊 捏手捏足啊 就走到一个房间里面 几个小孩子在那边唱儿歌 唱儿歌 唱什么儿歌呢 我不知道 不过好像是 小学生的时候啊 唱啊 经常喜欢唱啊 当然不是唱什么哥哥爸爸 不是这种歌 他唱那个儿歌很好听的 结果那个抢劫犯在门外啊 他听了这些儿歌以后啊 他这个枪啊 他就放下来 他跟着哼耶 他在门外跟着 结果在那边哼 跟着那些小孩子一起哼歌 他忘掉自己是来抢劫的 有这样一场电影啊 他把枪要进去抢劫 听到里面小孩子一起在唱 唱唱儿歌 他这个儿歌很熟的 他也当过小学生嘛 所以他很熟 他跟着很好听一直哼哼 哼到忘掉 他目的是来出来抢劫 到最后人家门打开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哎呦糟糕 他忘掉自己是抢劫 声音有这种力量 声音是有这种力量 所以曾经有这个 有两个人在对打的 要打架的 听到有一个人唱很美妙的这个艺术歌曲 那个拳头都软了 拳头都软了 那种凶暴之气 本来很凶恶的那股气啊 被那个声音感染 他心都软掉 还有这样子的电影我看过 确实 我是在那个television里面的这个 26th channel 我是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幕 这个是真实的 另外呢 还有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很厉害的 那个爆裂之音 所谓的魔音传脑 魔音传脑很厉害 他发出一种声音出来 哦 那个打坐的那个老和尚啊 既然是七孔流血 这眼睛都流血 鼻子流血嘴啊 两个耳朵通通流血 前身冒汗啊 这个到最后这个 就倒下来就死了 那魔音传脑 那是武侠小说写的 我相信也有很厉害 因为呢 魔音传脑就是那个噪音引起的 你把那个噪音啊 平时我们知道那些声音很难听的那些声音 加起来变成 会引起人的精神不安 也有啊 所以你不要讲说佛陀啊 这个发出这些声音 哎我不信 哪有声音有布施的 那声音叫人家持戒 那声音叫人家禅定 有的啊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啊 那个有禅定的这个音乐 对啊 啊 他放出他每一次要打咒的时候啊 他放一些音乐出来 经过你的耳朵 然后在你的身体里面循环 你的声 那些声音啊 跟你的身心融合一起 你竟然会禅定 进入定界 这就是这个禅波罗命运 哦 有这种声音啊 对不对 现在有人说 还有 现在还有用声音去治病的 声音治病呢 在密教里面就有 密教里面就有声音来治病 那声音 可以布施 可以持戒 可以忍辱 可以精进 可以智慧 可以禅定 声音 可以慈悲 稀释 声音 可以解脱 可以无漏 可以狮子吼 可以有淫雷 可以有大智慧 想想看 这个如来所发出来的声音呢 就是活菩萨的声音 佛菩萨的声音 我们今天啊 这个声音很美妙的 你可以用你的声音 像我们今天这个邪咒 其实都是在邪声音的 在密教里面就是用声音来修行的 用声音来用咒语来修行的 声音可以做很多很多种事情 将来呢 施针要花明一种 还没有 还没有花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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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我一定要花 不能讲一定了 因为太早太早太早 用声音开车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碟片 这个CD 放在这个 那个音带里面 它发出一种声音 这马达它就会动 就可以开 用声音开车 相信不相信 用声音开飞机 用声音开飞机 以后不用用汽油 用CD 开车 用CD 来让飞机飞行 用声音 让你自己也能够成瘾驾舞 这样子飞 用声音 用声音把你整个人浮起来 浮在虚空之中 不但你的这个心灵 能够浮在虚空之中 包括你的肉体 都能够白日飞升 你们有本灵 就去花明 大家不要笑 我告诉你 听说我是听讲的 我是听来的 听说啊 你要吃好的这个beef steak 你要放这个music for the cow 你要放音乐 给那个 那个牛啊 听音乐 它的肉会很软 它的肉会很软 你还要给它马沙鸡 经常给那个牛按摩啊 让它这个 我还听讲 那个养鸡员啊 养鸡员啊 里面放音乐给鸡 听 它都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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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生蛋 拼命生蛋 你弄好的美妙的音乐 给那些鸡厅 鸡厅呢 鸡厅呢都是很舒服 它心情很舒爽 咚 它就生蛋出来 就生一个蛋 它一不小心又生第二个 一不小心又生第二个 它会下蛋啊 下很多蛋啊 大家想一想哦 声音的确是很微妙 这个养鸡眼里面给它放音乐 这个 这个牛呢 这个木牛呢 这个木牛呢 给它放这个 放音乐给它听 都是很美妙的一些事情 很产生一种微妙的一种 接受 那些动物它们也喜欢音乐 所以这个音乐 有时候啊 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还有 很多的 你们 大家知道的 从古至今 从古时候到现在 声音的这个 对身心的陶冶 占了一个很大 在古代啊 一般的这个 音乐 古时候的音乐 跟现代的音乐 一直流传到现代 这一段长时间呢 人间上的 身心的异业 还是靠声音的 都是靠声音的 你像唱歌啊 不是唱歌 就是跳舞 就是靠这两样 大日如来旁边的四位 四者 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华曼 金刚西系 四大菩萨 金刚歌是排第一位 就是声音 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华曼 金刚西系 代表人生的四个最高的娱乐 就是歌 唱歌 跳舞 另外 装扮的很美 就是服饰了 现在人讲就是服饰 再来第四个就是游戏 游戏 这四个就是人生最高的一种娱乐 那么金刚歌是排第一位 所以有所谓的这个在这个诸天当中啊 有所谓的妙音天理 妙音天理 妙音天理就是金刚起 就是大威德金刚的名秽 就是妙音天理 就是妙音天理 就是金刚起 大家想一想 这个声音啊 我说 很多人问我说 怎么搞的 《地藏菩萨本宴经》 里面呢 这个佛陀一开始就放很多光 这些光都是很奇怪的 好像很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光能够放吗 确实能够放 那么又讲说 哎 这个佛陀怎么放出这些声音出来呢 这些声音难道还有声音也算布施吗 没有错 你唱歌一眼 不是布施吗 就是布施 你唱歌非常的严谨 就是慈禁 对不对 你唱歌能够入三昧 就是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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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波罗蜜啊 你唱歌能够使人家的心啊 化解他的心中的 就是忍辱啊 就是忍辱波罗蜜 唱歌能够化解人的 很重要的 很多事情都是很妙的 所以这个声音真的是很伟大 所以我们密教啊 所以我们密教啊 以声音来修行 就是以咒来修行 所以我证明 这个佛陀 这个放光 佛陀 演音音 演化法音 都是真实的 这只是世人啊 不知道这个光 跟音的这个妙用而已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哦 妈呢 拍摄 本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